这个御值 好了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大概先让你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御值 这个单字我们也可以查一下 这个单字是 这个御 或者是我们就直接查 到底御值是什么 就是你切的那个Cut-off 切到什么,例如说这个玉,它就是什么?临界值或者门槛值 就是一个特征值的一个收集 请问一下,你看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已经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算出来这些颜色了? 这个是太严重的,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最小值就是负1 这个意思就是最小值是负1 请问你,这个值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昨天销售很多很多很多,今天只销售一点点 所以,这是不是要当作是一个问题点? 举例来说好了 当然你会说,那以一日为单位来去看可能不公正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你能够把这个日期这边改成以月为单位 请问你是不是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我只是提供你一个计算的方法 真的,你要是不会做这个日期,你都可以在以上这边 可不可以打出2008年1月1号 2008年1月1号 2008年2月1号 然后接下来,你是不是可以做出好多好多? 可以吗? 这个真的一点都不难 记得把这个档案存档起来 变成一个资料表汇入 不就好了 这个真的不难 好,难的是什么? 那现在你要跟得上我现在这样子一个观念 就是说,这个代表的意义是不是一个很不好的数值 是我们要去收集出来的特征值 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例如说,这个-0.18 代表说,昨天卖的比今天好 今天卖的比较不好 然后可是只差了,例如说掉了20%左右 那你觉得掉的多不多? 我只是要问你这件事 就是说,假如说今天呢,昨天卖了26万 然后今天,昨天卖32万,今天卖26万 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可能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就常态来说,可能它会有一个每日之间的一个差距 也许这个差距落在,例如说是30%我都50%我都不觉得是问题 那真正问题是什么呢? 真正问题可能就是说我会产生一个值 什么值呢? 如果大于这个值 如果大于,例如说20 大于20是什么意思? 就比昨天好20倍 比昨天好20倍 请问一下,对于一个公司来说 如果销售额,那个起伏太大 其实也很不好 例如说好了,假设 假设 可是那是突发 对不对? 那如果每一天都像那样子,是不是也不好? OK 所以如果说真的每一天都达到大量责量 我们是不是要再增加第二个捷运 第三个捷运之类的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个预值到底该怎么选择 这攸关我们的特征值 可以吗? 所以请问一下 您觉得这个蓝色应该选择多少? 有28,24,有10,14,73 然后点下去还是比较快 点那个比较销售 就这样比较快 好吧 这个点一下 反正就是 重点 我要前面看一下 通常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些真的是很有意义的特征值 这边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哪几天 哪几天我们的销售是创造奇迹的 可以吗? 例如说假设 我们定20以上 为什么呢? 因为你那个特征的收集 我举例来说像 集合 集合各位了解 假设我今天我去集合 那我一定会去 集合一下 例如说各年12月31日这一天 它的一个输送课的量 对不对? 因为那是最高的点 我印象中 我觉得应该12月31日是最高的 挑出某几个数值 来当做是一个集合 反正这些点都叫做特征点 就是这么多的资料里面 你非常有意义的特征点 要进行一个资料的比对 或者是分析 可以吗? 好,接下来再过来 看最小 最小的话 哇,在这边 其实0.9的还蛮多的 对不对? 所以我可能就把那个数值 定在-0.9 -0.9 因为如果说 如果这个意思 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请问一下 刚刚那个 就是比拙日高的 其实没有很多 可是比拙日低的很多 这代表什么意思? 两千针 就是比拙日高的 其实没有很多比 你有没有发现? 那比拙日低的一堆 这代表什么? 好像我们的销售是有往下的趋势 我只是大概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可是这些点 却会变成我们一个很重要 要再去集合的重点 而且我们更加关心的是 更加关心的是连续 如果只是一天往下掉 那如果连续两天都掉到0.9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那这代表什么? 越来越惨 而且是惨不忍睹得惨 这提供电门参考 好了 我们还是改回来 用日期的方式去呈现 这个比较筛选率 我现在要把那几个关键点找出来 标出来 我要标出那几个点 所以请问一下 在这边标出来最简单的方法怎么做 是不是又要写if了? 我就先写一个if了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增加一个新增量值 我比什么? 好 我现在呢 我这个量值 我应该怎么去 我要比吗 比这个 如果这个值 比0.9小 好 我先写出来 如果这个值 什么值啊? 就是 百分比比较销售率 如果今天 这个 百分比比较销售率 如果 小于 小于什么? 负的 0.9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 我可能 这 我要标示这个是什么? 就是 跌 跌 也就是什么 以成绩来说的话 以成绩来说 就是我要开始做关键了 对吧 好 那 假设我就标一个跌 就是 该关键的那个跌 跌到 我已经觉得 不呈现出来是不行了 那 接下来 如果说我们今天 这个 百分比 大于什么? 大于 20 大于20 大于20的话 就是 呈现 涨 涨 涨就要做什么? 就是要鼓励的嘛 这样听得懂 我那个 预值是怎么挑出来的 会挑咯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管理的指标 经由过往的资料 我们大概了解到这个行为模式 好 那接下来呢 这 改成衣服怎么改? 这改成衣服的改法 我建议各位应该是这么做 好 我建议各位应该是这么做 就是 这两个要改成一致的 这两个要改成一致的 好 这个 这个意思是指说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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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 假设我们今天写 我们一定有小写到大嘛 好 有小写到大 这样子来做 衣服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会有一个 假设它 比 比多少 假设我们全部都改写成 用 因为我们有 零 我们应该先写一个大于负1的时候 这样写 对吗? 不对 我们应该先写 如果是 小于 小于 就直接写小于负0.9 好 直接写小于负0.9 然后接下来 还会有这个值 小于多少 小于20 小于20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呈现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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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就变成大于了 这是用义符来去写的时候 这是用义符来去写的时候 那这边只要改写成什么 不成立的时候 好 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条件是这样子下的话 我会先写 例如说小于负0.9 是跌 然后小于20 剩下就是 大于20 好 所以这边 这个 条件大致上知道了以后呢 我这边的写法就等于 if 左刮壶 然后呢 是不是 销售 资料分析里面的 这个值 要是小于0.9 我就显示 别 那不成立的时候呢 继续写一符 继续写一符 这次 成立的时候 显示跌 不成立的时候呢 我就显示什么 继续写 写这个条件是 if 左刮壶 如果它小于多少 20 我就显示空白 不然我就显示 涨 然后 又刮壶 再一个又刮壶 所以呢 这个量值啊 这样做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 增加一个量值 比如说新增量值 叫做什么呢 那个 筑记 假设 假设这叫筑记 筑记 等于 2个等 3点 一个 然后接下来勾这个筑记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只看这个筑记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 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到时候我们在画图才会比较方便 因为画图我觉得你们大概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但是算这个东西你们不太会算 现在重点就是这就是我们关心的 2008年1月8号 这一天 突然请问你 这将近1000个日子 哪一天才是你要去 比如说假设你是集合人 哪一天才是需要去做集合 只是告诉你这样子有概念 特征的概念 特征如何收集 请你一定要学会 好 还没有讲完 因为这只是用衣服来去洗 可是接下来我要转换电程 例如说 例如说 别的方式来去做这件事